不老送送,哎,什么是不老送送的呢,不是我讲的哦,这里是我看的,不老送送,这个名字不是我自己讲的哦,是克达,美格里克达的政府,不老送送,那么它已经是成为吉达州,不担心办案格告 现在我们已经在不老送送,可以玩水哦,你看,这里的水多么清澈,多么好玩,只需要一个人35块,一个人35块,你就可以享受这么美丽的海边,那么海水哦,不用说直接去到不老的浪啊, 不老丘曼啊,这么远啊,其实北马,这一带,其实在Yan这里,有这么漂亮的那个啊,我们讲无人岛吧,不老送送,哎,送送岛 来,我们继续看吧,Let's go OK,一起潜水咯,one,two,three,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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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岛有什么特别呢,它特别就是,它是无人岛,你可以看到,前景全部都是没有人的,那么如果你来这里录影的话,就是说你从对岸那边, 嗯,应该是大概那边吧,OK,好,在那边,OK,那么你就,呃,租船过来,租船过来这里住,那么这里,其实是没有电流,OK,那么水呢,水只有精水,啊,那么你必须要自备你,啊,死水的话,你必须要自备,那么这里要冲了怎么办呢,哎,这里有精水,哎,很特别,现在我要带你去看看,哎,那边有一间,这里,有一间, 好,都是精水,OK OK 这个是,呃,露营的地方啦,这露营的地方,哦,如果这里最爽是什么呢,就是,呃,浮潜,就是snorkeling,因为这里的海水太清澈了,哦,如果你要去,也不是说如果啦,那么通常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呃,要去比较海水,比较漂亮的地方,你们都会,呃,你们的印象中,只会觉得是不老的啦,啊, 啊,不老,不肯定要不老丢慢这些吧,或者是最靠近的也是,不老白亚,如果是,你是,北马人的话,OK,那么如果在Zhoho那边就没有,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啊,因为,其实Zhoho那边有非常多的,啊,那些漂亮的岛,如果在北马就特别难,啊,必须要, 然后,过越一个山林,那么才能够到达,啊,啊,啊,最靠近的一样 让你们喜欢,所以我们要一下,我们需要来讲解一下怎么要拿精水,OK,很多城市的朋友都不懂要怎样去拿精水,OK,这个绳子就会放在这里, 那么避免把整个那个桶掉在井里面 所以如果全部掉在里面就拿不起来嘛 OK那么就是这样子的,滚下去 OK 不要弄一下哈 Make sure它的桶是咬到水的 OK它就稍微腾下去 当你觉得OK的时候你就把水这样子拉上来 OK OK 我们就拿到井水啦 你可以想象不到 10多20个meter是海水 那么就在附近就可以拿到这么清澈的 清澈的那井水 对我来说井水是非常安全的 好过家里的自然水 很很很很吓到的就是 这井水真的很很清洁耶 通常都会有带黄鞋但是这里不一样 太太美了 其实 马来西亚有太多好玩 特别的地方 如果你们有什么地方真的是 值得介绍的话 或者是想要告诉我们的话 不如你分享在 以下的那个link 以下 让我们可以 更清楚的 知道哪个地方好玩 哪个地方可以钓鱼啊 露营啊 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户外活动啊 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都可以录像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哦 记得subscribe subscribe 哦 肥马搞怪团的 啊 YouTube Channel 那肯定我的page也顺便like一下了哈 让 更多朋友 啊 华裔同胞朋友 或者是其他朋友 啊 也可以 知道这么好玩的地方 去玩 嗯 其实不一定要去外国了 看一看 就会是什么 咱们 不得了 你 咱们 啊 咱们 都不得了 你 那肯定的 咱们 是 我们 行 订阅 商人 得了 那肯定的 都不得了 咱们 好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